导演吴念珍推出的新作《人间条件6》 以罗大用1983年的歌曲《未来的主人翁》为主题 探讨现代年轻人面临的问题 包括房贷、不孕还有世代差异等等 吴念珍说他写的不只是六七年级生的承担 还有三四年级生的心酸 从亲情、爱情、友情一直讲到夫妻关系 希望感动不同世代的观众 也进一步思考彼此如何沟通 演出的现场很感人 你在观众席上会听到好多人轻轻啜泣的声音 妈 你不知道 你已经在床上跑了好几年了吗 真的 久病的父亲疲惫不堪的儿子 两代的无奈 这是吴念珍人间《条件系列新作》 《未来的主人翁》 你哭到很深的对我说 爸 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我说我要回家 你 我叫这个 然后你哭了 跟我说 爸 对不起 那我能回家吧 取名字罗大佑 1983年的同龄歌曲 当时的主人汪正是现在的六七年级生 但吴念珍写下的其实是三到七年级生 不同世代的心酸与无奈 其中也包括吴念珍自己的内心剖析 其实我自己有这感觉 我妈妈也是啊 很久嘛 你 那个 自己在某些过程里面会 竟然会发脾气 我从来没跟我妈妈发过脾气 竟然会发脾气 你会觉得很罪恶感嘛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写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当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已经有时候某些部分 那不是一个创作 不是写错的人 是好像自己在写自己的某些感觉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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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像从小学生的迷迷之后 你都没有这样抱过我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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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剧中的独生子扛下抚养父母的沉重负担 吴念真也写下这一代少子化汉不孕的问题 欸欸欸 你不要乱动好不好 都会一流掉了我们就做白工啊 紧张什么啊 有用的话一吃就够了 好 卫生孩子房市暗表操客 压力早已取代浪漫与激情 张远凡 啊 你刚刚在看什么啊 看A片 你跟老婆坐在之前 你竟然在看A片喔 欸 拜托 連續错几天啊 就算加成英也会累好不好 同时还有被迫接班的企业家第二代 事业有成却迟迟未婚的女强人等 一个个像是身边不同世代朋友的真实故事 我永远相信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一个世代的忧喜 他们开心的地方 又有他们烦恼的地方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靠他们聪明才智去解决掉 他们怎样认识这种东西去解决掉 但是我觉得上一代不要老是跟下一代 你平均好吗 你们环境比我们更好 所以你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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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讲这些东西这样子 以同理观察年轻世代的承担与负担 吴念珍说三四年级的那一辈 平均购物年龄是二十八岁 如今卖方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他也向同辈的父母喊话 赶快想办法买个房子 我再讲说你先丢一笔钱给他吧 对啊你要帮他一下啊 你讲这个废话啊 我都不敢跟我儿子这样讲 你赶快去买一栋房子 那如果这样讲的有把握事 我口袋里大概准备了很多要给他 如果没有的话就让他自己来吧 大部分的父母在学历生孩子之前 他们是不是都很认真地思考过 考虑过 你们为什么要生 生了之后要怎么养 他们会有什么态度 跟这孩子一起认为他们来的生 吴念珍希望不同世代的观众 都能重新思考面临的困境 也彼此沟通和解